一夜之间 银行巨款不翼而飞 警方追踪 年轻职员却消失不见 刘某观察了一下周围有没有人 把保险给挪走了 然后监控画面里就消失了 时隔多年 案件真相能否浮出水面 它是2003年立案的 案发也是2003年的事情 现场即将播出银行巨款消失之谜 2022年1月11日 北京警方在海淀区发现一名 失踪多年的男子刘伟 在确认身份无误后 警方立即将其抓获 并于次日对其执行逮捕 后经侦查 公安机关于3月11日将刘伟移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与此同时 银行员工潜逃近20年的话题也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记者联系到了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 我们当时看到这案子的时候 就想着赶紧审查一下证据 那么刘伟的出现为什么会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官如此意外呢 事情还要从19年前说起 2003年2月9日 北京市西城区某银行 工作人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 可奇怪的是 本应该在港的刘伟却一直没来上班 也没有请假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人大吃一惊 过了四五天之后呢 发现这个刘某一直没有上班 这样才感觉到了异常 然后又跟他打电话呢 也联系不上 他们打开保险箱之后呢 也发现里面的钱都不见了 那么刘伟保管的保险柜里 究竟丢失了多少钱呢 银行方面经过清点 保险柜内丢失的 包括人民币 美元 港币等 共计有199万余元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钱去哪了 刘伟又去哪了呢 警方很快就赶到现场开展调查 由于刘伟联系不上 警方决定先调取一下银行的监控录像 看看保险柜到底是怎么失窃的 警方发现 几天之前那个保险柜曾被人挪动过 监控录像显示 2月4日晚上6点半 一名男子的身影曾出现在银行营业厅储蓄区 15分钟后 男子将保险柜推到营业厅后面 3分钟后又推了回来 由于营业厅后面没有监控 所以无法看到那里发生了什么 2月5日凌晨5点半 那名男子背着一个黑色旅行带从银行后门离开了 经银行工作人员辨认 监控中的男子正是刘伟 然后就开着车离开了单位 他直接把车开到了丰台区的一个停车场 然后把车停在那里之后 就不管了 监控显示 除了刘伟 没有人再接触过那个保险柜 而随着刘伟的失踪 他拿走银行巨款的嫌疑也越来越大 警方随即对刘伟展开了全方位的调查走访 然而经过多方努力 除了找到刘伟扔下的一辆小轿车 其他基本一无所获 刘伟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现场 我是琪琪 更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现场栏目账号 众所周知 银行对于现金的保管 有着严格的规定 然而将近两百万元 却在一夜之间凭空消失 一通不见的 还有该银行年轻职员刘伟 因为刘伟的异常举动 他也被警方列为了 现金失钱案的最大嫌疑人 那么刘伟为什么会无故失联 百万巨款被盗 真的是他所为吗 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现场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从当年刘伟的同事 面对警方所做的笔录中 可以看到 银行的每一个储蓄员 都有一个保险柜 用于存放当天的现金和票据 根据当时保险柜的管理办法 为了确保资金安全 保险柜是双人开启 当时保险柜是有一个钥匙 还有一个密码 钥匙有业务员保管 密码有专人负责 只有在两个人都在场的时候 一个输入密码 一个用钥匙才能打开保险箱 把钱取走 刘伟的同事还回忆起 案发前的一件事 2003年2月4日 正值春节期间 银行业务并不多 在下班前 银行做对私业务结账时 刘伟对两位同事说 自己前几天的业务多 可以把钱都给他 2月8日 他将钱一并上交 以免资金积压 根据该银行当时的 内部管理规定 业务员经营业务的资金 可以相互调配 两位同事因为2月8日不上班 也觉得刘伟说的有道理 于是便将钱交给了他 因为当时银行还没有 就是当天结算 当天入库 而是就是当天结算之后 可能过几天才入库 有这么一个时间差 所以当时也是过年期间 大家也没有多想 就把钱都给了他统一保管 这样让他去统一处理 可能效率更高一点 刘伟的另一名同事 刘伟则会议 2003年2月4日晚上 本来是自己值班 当天下午5点左右 突然接到刘伟 请求换班的电话 因为是春节期间 有时换班比较常见 他也就同意了 而就事后分析 刘伟应该是利用 那天晚上值班的机会 盗走了巨款 那么刘伟为什么要 盗走银行的巨款 他拿了钱又会去哪里 随着刘伟的失踪 这就都成了难解的谜 他们同事对这个事情 还是比较震惊的 因为感觉当时 因为都是同事嘛 平时也没有感觉到 什么异常的情况 就是平时一块工作 没有想象到 会发生这个事情 根据警方的调查显示 失踪的刘伟是北京人 1997年 刘伟学校毕业 进入银行工作 在同事们眼中 刘伟性格比较内向 平时表现比较优秀 业务上没出现过差错 而且储蓄业务量 经常名列前茅 刘伟的妻子是一名医护人员 他们于2002年结婚 失踪之前 刘伟曾拨打过妻子的电话 语气并无异常 就是这样一个 平时工作表现优秀 刚刚成家不久的银行职员 却涉嫌携带巨额供款失踪了 刘伟的同事和家人们 有太多的为什么 难道他遭遇了什么不测 大家都想找到刘伟疑问究竟 最终刘伟被列为 网上追逃人员 经过不懈的努力 2022年1月11日 警方在北京市海淀区 发现了刘伟的身影 立即组织警力将其抓获归案 2022年7月26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现在开庭 贝刚留 和你核对一下你的基本身份情况 用过其他的名字吗 没有 你在淘治20多年用了什么名字 出生日期 1977年11月6号 民族 汉 文化程度 大春 你案发之后 你从事什么职业 我没上班 立职是无业是吗 对的 下面开始法庭调查 首先请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解释 人一起诉书 经依法审查查明 公诉人指控 被告人刘伟在担任银行 储蓄桂圆期间 于2003年2月4日 利用其办理柜台业务 保管库款的职务便利 将其保管的库款 人民币124万余元 港币23万余元 美元3.4万余元 日元176万余元 欧元0.24万余元 英镑0.59万余元 非法占为己有 共计侵占该行库款 折合人民币199万余元 法庭上公诉人指控 被告人涉嫌职务侵占罪 那么职务侵占罪 具懂什么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 商浩文教授告诉记者 职务侵占罪 是指犯罪嫌疑人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将单位的财物 非法占为己有 财物侵占罪侵占罪 财物侵占罪侵占罪侵占罪 你再逃这二十多年用了什么名字 盗走百万巨款 是一时错念还是蓄谋已久 现场正在播出 银行巨款消失之谜 在调查中 记者了解到 在刘伟失踪期间 他一直用化名生活 并且从事发之后 就一直没有工作 那么这近二十年的时间 刘伟去了哪里 这么多年没有工作 他又是靠什么维持生计的呢 刘伟当年 为什么要盗走巨款 随着案件的审理 这起案件的多个谜团 能否解开 让我们继续收看今天的现场 你是什么时候入职正常的 以及当时入职的时候 签订的合同期是到哪一年 有四年 我干了四年 那2002年 应该有98年吧 就是在2003年2月份的时候 你的 你是不是还在这一期间 对 你参加工作之后 有没有通过相关的柜台 或者相关职位的一些考试资格 有 在2003年2月份前后 你在银行 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就是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具体的工作 就是储蓄个员 存记货案 转账 对个人业务 在2003年2月4日 你是怎么把这个 单位保险柜里边的钱 带走的 就是我那天 我那天值班 然后拿了个被子 外面夹立成床带 里面有个包 然后我那天 下班的时候 把那保险箱 贴到里屋 把那个钱装包里面 然后第二天给拿走 法庭上 刘伟首先交代了 他的作案过程 他的说法也恰好印证了 当年监控录像中的情形 刘伟说事发当晚 为了避开柜台的摄像头 他将位于柜台下的保险柜 推到营业厅后面 在没有摄像头的房间里 他用密码和钥匙 打开保险柜 将里面199万余元 现金取出后 又把保险柜 推回营业厅 什么时候取走的 就我值班的时候 值班的是 我估计可能是 8点多钟 8点钟 2月4号晚上8点多钟 因为柜某呢 他平时就比较爱干净 平时值班的时候 都会拿着自己的被子过来 所以当天晚上呢 他就把事先准备好的旅行袋 放在了自己的被子里边 然后呢 通过 抱着被子 通过被子呢 就是带着这个 笔形袋呢 进了这个值班室 当天晚上 他将被子放到值班室后 用装被子的包和床单 把从保险柜里 倒走的钱装好 当晚照常休息 4日凌晨5点30分左右 刘伟写款 从银行后门走出 然后驾车离开 然后去哪了 然后我就 开车 我先去的 那么刘伟后来去了哪里 他的交代令人意外 刘伟称他盗戒完成之后 先是将自己的车 移去到丰台区的一处停车场 随后打车到天津 利用此前积攒下来的客户遗失身份证 办理了多张银行卡 将钱分散存入其中 后来又返回了北京 刘伟之后一直隐藏在北京 从那时起 他就把自己深深地藏了起来 过上了身躯简出的生活 为了不被警察发现 他换了名字 从不与家人联系 也很少出门 逃亡的这个二十多年 跟家里联系过吗 没有 也不敢联系 你父母就你一个孩子吗 是 他也很少交朋友 说英语的话 就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 而且他也重来不离开北京 没有坐过火车啊 像飞机啊 这些实名制的交通工具 他在北京活动的时候 可能都骑着用车或者步行出去 而且也很少到这些人多的地方去 刘伟说 他做这一切之前 其实已经精心策划很长时间 在日常工作中 他发现了一个情况 每天下班后 当天柜台的现金 银行并不是放在金库里 而是放在保险柜里 基于此 刘伟萌生了不法念头 为了盗窃成功 他一是找准春节假期 值班人少的机会 二是提前聚拢了 两位同事大额资金 三是提前记住了保险柜密码 你自己掌管着保险柜的钥匙 密码呢 密码我没有 那你又是怎么 扩知的这个保险柜的密码 就等这些时间长 然后 他们有写下来的 我也不记得 是我看见那密码了 还是说 我听见那密码 还是说我看见 他们实际拧的密码 还是他们写的纸上那密码 刘伟说 在长期工作过程当中 他不仅记住了密码 而且观察出了换密码的规律 然而刘伟当时工作稳定 收入也不错 人生才刚刚起步 他又为什么要铤而走险呢 刘伟说 这跟他的家庭生活有关 我其实我 我其实我对钱啊 没 没探钱也没图小时候 我就是 一开始 接了个婚 有一年 不到一年吧 就完蛋了 那个 这前妻 感觉很神经上有问题 吵得特别厉害 然后歇斯底里 然后我就感觉 要受不了了 那时候 那时候他在我们家 还多次说要跳楼 然后我感觉 我也想跳楼了 后来我没跳 我说我跑了 就跑之前 我鬼迷心跳 我拿了一把 刘伟称 他和妻子 经人介绍认识并结婚 但婚姻生活 并不如想象中的美满 同时在工作中 也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甚至他一度觉得 自己可能会被单位辞退 刘伟称 刘伟称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一心想要尽快逃离 现在的生活 而逃离就需要资金 将黑手伸向巨款的那一刻 刘伟有了钱 但是打那之后 刘伟的生活也彻底改变了 刘伟说为了躲避警方追捕 他只能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每天提心吊胆 因为怕到外地生活露出马脚 刘伟也不敢离开北京 刚开始他在城区内租了一间房 平时不敢出门 只能每天上网打发时间 不久就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叫王某的女子 刘伟不敢告诉王某真实姓名和过往经历 他自称叫严永军 做投资之类的工作 可以网上办公 父母双亡 在北京也没有亲戚 两人确定男女朋友后 感情一直不错 他女朋友王某的话 其实也怀疑过她的身份 但是刘某每次都谎称自己 就是父母都不在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现在就是截然一身 所以呢就是王某当时也就信以为真了 然后也问到刘某为什么不出去工作 刘某呢也谎称自己在做一些汽车类的业务 或者一些投资类的业务 基本上都可以网上办公 不用去上班 刘某与王某先后在西城区和密园区 购买了三套房产和两个车库 都登记在王某名下 王某认为刘某想和他踏实过日子 因此再也没有怀疑过他 两人此后辗转在密园区和西城区等多地生活 多年相伴身边人不识真面目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内心是比较崩溃的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 一直被他这么骗着 钟洛法网 他当年购买的房产该如何处理 那么这个账款账户呢 因为特别是这个财物 他比较难以跟踪 现场正在播出银行巨款消失之谜 在法庭调查阶段 被告人刘某表示 自己因为婚姻不幸福 事业不如意 才打起了银行保险柜里 钱款的主意 这么多年 他一直没有和父母朋友联系 身边只有后来认识的女友王某相伴 虽然一同生活了多年 但是王某声称 自己并不知道刘某的真实身份 他认为刘伟是出于爱情 才会将几套房屋车库 都埋在自己名下 那么刘伟和王某的说法 是否属实 刘伟已将当初的199万余元 用于投资消费 银行方面能否进行索赔 而在他前套期间购买的房产 已然升值 司法机关又将如何处理呢 我们的记者走访调查 又会揭露哪些事件的真相 举证制证阶段 公诉人首先向法庭出示了 被告人刘伟的供述 证实了其当年实施犯罪的过程 公诉人接着出示了王某的笔录 大概是在2004年左右 我认识的刘伟 我爸老是跟我闹 老是想自杀 我就在网上聊天认识他了 因为我家庭原因就恐婚 就怕找我爸那样的 也不想要小孩 也不想结婚 他说他父母也不在了 当时他说他叫严永君 我想这样也挺好 我就觉得挺好的 这样我就跟他交往了 王某说 刘伟和他生活期间 刘伟出钱买房 这些年来 二人都没有出去工作 就靠卖掉两套房产的钱为生 案发前 西城区那套房产的租金 成为他们的生活来源 随着年岁渐长 王某越发想要生孩子 可刘伟深知无法登记结婚 二人因此产生了隔阂 也逐渐减少联络 当刘伟落网 民警联系到王某 听到刘伟的真实身份后 王某十分意外 他没想过 自己交往的男朋友 是一名逃犯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内心是比较崩溃的 当时也是跟我们说了 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 一直被他这么骗着 当时感觉自己是 特别的受伤害 特别的委屈 更让王某意想不到的是 检察官告诉王某 他名下的房产 也是赃款购得 需要变卖 对银行进行退赔 当时的大部分的资金 都是刘某出的 而王某可能就出了个 几千块钱 这样的一个 而且这几千块钱 是从哪来的 他个人后来也说 这些钱可能也是之前 也就是之前所卖的 这些房子的房款 还有就是刘某 就是共同生活当中 给他的一些钱 那他的根源来说的话 都是赃款 因为刘伟所购买的房屋 升值不少 已经超过了当初 其拿取的199万余元 网络上针对这一点 产生了热议 很多网友认为 只要赔偿银行 199万余元 剩余的卖房款 还能归刘伟 及其女友所有 对此 记者向北京师范大学的 商浩文教授 进行求证 是2014年 我们最高人民法院 出他的一个 关于刑事裁判中 涉及财产部分 执行的若干问题 这个司法解释里面 明确规定 对于账款账物 及其所得 应当一并予以追缴 他买房之后 房价增值 那么对于这个增值的部分 按照我们法律 或者司法解释的规定 也是应当一并予以追缴 商教授同时表示 追缴账款账物 及其所得 是职务犯罪中的 一个难点 那么这个账款账物 因为特别是台物 它比较难以跟踪 而且在时间中 甄别起来也比较困难 所以说在我们 相关的司法解释里面 明确规定 就是说对于 这个积极退赔退赃的 我们是可以进行考虑 进行一个宠宽处罚的 法庭调查结束 下面开始法庭辩论 首先请公诉人 发表公诉意见 法庭辩论阶段 公诉人首先提出 被告人刘伟 在担任涉案银行 储蓄贵员期间 利用职务便利 侵占银行库款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 涉案金额人民币 199万余元 数额巨大 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刘朝在盗案后 对其将部分账款 不购买的房屋款 那个卖房款 自愿的退赔被害单位 并充当罚金 然后公诉人认为 可以酌情从心的处罚 综上建议判处刘朝 尤其徒刑 四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在此之时 借本案开庭之机 公诉人希望 被告人和被害单位 都能够从今天的厅审中 吸取教训 正义招招 虽迟 但总能到 罚网恢恢 不漏一人 被告人欠逃 19年 中落罚网 而在其欠逃期间 失去了工作 失联了家人 隐匿了身份 只能生活在黑暗中 精神上也不曾享有 片刻的安宁和自由 留人生的路还很长 也希望被告人 能够深刻地认识到 自己的罪行 痛定思痛 尽快地回到正道上 回归自己的家庭 也回到阳光之下 同时也希望被害单位 重视其在现金存款 密约管理 监控覆盖 值班制度上存在的漏洞 杜绝类似犯罪的发生 更好地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 公诉一件发表完毕 刘维的辩护人提出 刘维只是一时冲动之下的 荒唐之举 且已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 应当对其从轻处罚 辩护人在会见刘绝时 刘绝说了在隐医期间 生活的艰辛 提心吊胆 且没有叛徒 惶惶不可终日 跟父母跟家庭 也都不敢联系 这么多年 刘绝也确实为自己的 所作所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会见时 刘绝还跟辩护人讲了 他想象的 出于以后的生活 说他想做个 烧鸡理发之类的小生意 好好孝顺父母 好好回报社会 跟其女友好好生活 尊敬的审判长 人民陪审员 本案 刘绝坦白 无前科 认罪悔罪 且以 弥补被害单位的损失 辩护人希望 何一廷能依法为拒 恳醒何一廷 对刘绝从轻处罚 谢谢审判长 意见发表能力 法庭辩论结束 下面由被告人 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站起来 最后有什么要说的 我希望 我甭两个判断时间 我都认 我做错事 我希望我 还处理之后 还能 还能为社会 做出贡献 然后呢 也还能照顾父母 别的没话 好 现在休听 把被告人带下 法庭上 被告人 刘伟的辩护人提到 刘伟未来 还是想继续和女友 王某共同生活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王某表示 可以原谅刘伟 也愿意等待刘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犯罪心理学教授 谢莉莉表示 刘伟的行为 可以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 进行解读 我们看起来这个问题 表面上是 刘某 职务侵占罪 然后盗用了银行的钱财 但是实际上是 她的一个心理的需求的匮乏 她就想通过用钱来满足 她对爱的缺乏和缺失 大家可能会说 刘某很自私 她完全没有考虑到 她的犯罪 给她的同事带来很多的 麻烦和工作的失职 是吧 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说 她这个人就完全是 考虑的就是我 可能从40岁以后 跟她现在女朋友在外 还有一个她 一个女子旁的她 她的人生当中 只有我和她 甚至没有父母 谢莉莉教授提出 刘伟的犯罪行为 并不像是临时起义 她应该属于 性格内向 情绪不太稳定的人 对她来说 她其实想偷到这个钱财 已经是蓄谋已久了 我们不能看一个人说 一定要看她怎么做 她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她跟自己的思考过程 她整个想 事情的整个过程 是非常完善和完整的 而且是经过 就是很久很久的考虑 然后才开始动手的 而且她 你看她前半身是犯罪 后半身是在反侦查 这就是两个阶段 如果一件事是偶然 两件事 我想就不会是偶然了 肯定是必然 就是她想好的 然后去实施的 19年的逃亡生涯 她隐姓埋名 躲避父母 逃亡的这个20多年 跟家里联系过吗 没有 也不敢联系 近200万元的巨额赃款 她又会受到 怎样的法律制裁 我不能做判断时间 我都认 我做错事 希望我还出去之后 还能 还能为社会 做出贡献 然后呢 也能照顾父母 请继继续关注 现场正在播出的 银行巨款 消失之谜 2022年8月8日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一审判决 本院认为 被告人留着 利用职务便利 将本单位的财物 占为己有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 指控被告人犯 职务侵占罪 罪名成立 被告人留着 的辩护人 关于被告人留着 无前科 坦白 认罪认罚等辩护意见 本院立于采纳 鉴于被告人 到案后 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依法可从轻处罚 其自愿认罪认罚 可从宽处罚 在案扣押等 网罚部内的350万元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270条 第67条第三条 第52条 第53条 第64条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第15条之规定 判决如下 一 被告人留着 逐侵占罪 判决有期同行 4年6个月 并宠罚金人比5万元 二 在案扣押的赃款 199万1201元 四角七分 账款被害单位 余款 150万8798元 五角三分 予以没收 经审理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判定被告人刘伟 犯职务侵占罪 对其判处 有期徒刑 4年6个月 并处罚金 人民币5万元 扣押的赃款 199万余元 归还被害单位 余款 150万余元 予以没收 记者了解到 法院判决中提到的 扣押账户内 共有350万元 是当初刘伟和女友 王某 在案发前 仅剩的一套 房产的受访款 法院判定 其中199万余元 用于归还银行 剩余的150万余元 法院予以没收 那么刘某 其余的房产呢 经司法机关认定 刘某和女友 此前为了维持生活 确实已将 当初购买的房产 售卖出两套 刘某被捕时 还剩余有一套房产 和两个没有产权的车库 其中房产价值 350万元 在王某售卖后 司法机关 立即对该笔资金 进行了全部扣押 那么法院判决的 依据是什么呢 北京师范大学 商浩文教授 做出了解释 那么我们刑法里面 明确规定 对于犯罪分子的 违法所得 我们应当予以追缴 或者是责令退陪 这所得呢 其实就是一个知悉 这知悉呢 就是他投资来 得来的一个收益 对 而且我这个司法解释里面 还有一条明确规定 说对于这个 这个账款账务 被用来投资 或者置业的 那么对于这个 投资置业的一个 财务基础的 应当进行一个追缴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银行作为一个 特殊的金融行业 工作人员需要经手 大量的现金货币 需要高度恪守 职业道德 一念之差 就有可能走上 犯罪的企图 近年来为了有效预防 此类犯罪的发生 银行业不仅逐步完善 相关规章制度 同时为了防范新型犯罪 2021年11月1日 开始实行的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 权益保护实施办法》中 明确规定 银行支付机构 不得收集与业务无关的 消费者金融信息 不得采取不正当方式 收集消费者金融信息 不得变相强制收集 消费者金融信息 北京师范大学的 商浩文教授表示 利用职务进行犯罪 是对职务行为的违背 不仅不利于培养 公民爱港敬业的 核心价值观 同时还会导致 公众对相关行业 产生信任危机 因此 法律对此类犯罪 应予以言成 如果你通过犯罪行为 获取收益 没有被陈处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将会导致我们这个社会中 对于犯罪的一个容忍度的降低 那么这样的话 不利于我们公民的一个 法治意识的培养 近20年的青春 他在藏匿伪装中度过 如同躲在一个无形的牢笼之中 始终见不得光 虽然与父母近在咫尺 但从未联系过父母和亲属 哪怕远远地看一眼 都成了奢望 如今 人道中年的刘伟 终于结束了 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 等待他的将是牢狱生涯 作为员工 要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 连结从业 逾越法律界限 必会面对法律的制裁 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 付出惨重的代价 对于公司企业来说 要严把用人观 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培训 要完善管理制度 建立监督制约机制 加强管理 阻塞漏洞 从根本上防范 此类犯罪的发生 感谢收看本期现场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